今天塔利班的人 氣定神殿口罩都不戴 就你看到 今天是 這個是中國駐阿凡的大使 王愚 政經為座 你看到中國不是戰狼外交嗎 中國在各個地方都是意氣風發 怎麼碰到 這個塔利班的分層時候 這樣子政經為座 有人說你慘嘛 你被塔利班纏上了 這叫做鄉驚無天龍 就這樣子 這個圖叫做共產主義跟恐怖主義的會面 對你看 共產主義跟恐怖主義的會面 共產主義他們還要戴個口罩 恐怖主義根本口罩也不戴 那事實上 那事實上這一次內閣 我死都不怕 我怕你怎麼行 我才剛打下江山 剛殺了多少人 我怕你嘛 那你知道 事實上以這個內閣剛組成的這個時間 他們會面是外交部長 那你知道 他們的內政部長是美國名列 這個榜單裡面的恐怖分子 所以他們裡面內閣成員有非常多恐怖分子 阿富汗的內閣裡面 有很多美國已經列明災的恐怖分子 所以這張照片來說 你會覺得說好像中國平常的這種 所謂戰狼外交的氣焰 好像在這一張照片裡面 你就看不到這樣的感覺了 而且你剛剛講的 這美國倉皇的離開阿富汗 到底是福是禍 對中國來講 到底要如何看待 就很有趣 而且中國這張照片照完了以後 他第一筆給阿富汗的錢 對 已經付了 沒錯 事實上這個等於是說 談贖金這個概念 為什麼這樣說 你看他們來談的時候 其實還談了什麼 因為阿富汗這個 他的現在的國名叫做 阿富汗這個伊斯蘭大公國 沒有人承認 所以他這個會議裡面 他希望說你中國趕快承認吧 那同時你過去可能答應給我們的一些補助 趕快來吧 所以他們兩個在講了這個東西之後 你看拜登他其實就對這個說話 他就說中國跟神學士有真正的問題 所以他們一定會達成某種協議 我很確定 那同樣會這樣做 還有巴基斯坦 俄羅斯還有伊朗 他們都會這樣做 你看拜登其實在講這個話的時候 其實有點暗笑的感覺 他肯定這場會面 為什麼 因為他說你可能會怎麼做 包括說可能未來 阿富汗會希望這個加入中國的一帶一路 那中國你可能要投注更多資源 在這個地方 甚至在北邊 目前這個神學士控制的一個美軍基地 可能也會給中國使用 但目前中國都說沒有沒有 我們絕對沒有這樣 那王毅還被問到說 你要不要承認阿富汗 他們也說沒有沒有沒有 事實上現在大家都非常尷尬 中國現在還不敢承認阿富汗 阿富汗他過一陣子 他準備要成立所謂政府成立大典 現在傳言說 他有發邀請函的 包括俄羅斯巴基斯坦 中國然後伊朗 還有包括卡達這些國家 這國家去問他們的外交方案 我們沒有要去 但是大家都不去的時候 但是有一個國家已經錢到了 這就是中國 中國已經說我們給我們承諾給你的 兩億人民幣 兩億人民幣 我們就過去了 我們現在送了非常多 包括糧食 藥物 疫苗 還有禦韓的衣物全部都過去了 但是呢 塔利班最在意就是說 那你有沒有承認我們這個政權 沒有沒有 我們他現在還不敢承認 承認他們這個政權 所以事實上 對中國來講 他現在也在思考 塔利班在第一個時間 已經跑到中國去見網易了 而且他成立那個之後 第一個見的就是中國駐喀布爾的大使 對 你還不買單 對 為什麼 因為事實上連對中國來講的話 他也很擔心 掉入阿富汗這個大陷阱裡面 你看 現在拜登說得非常明白 這個阿富汗是過去的事 我們現在要focus在明日的敵人 所以他就已經把這個焦點 都放在中國跟俄羅斯的身上 但是你反過來 現在對中國來講的話 他必須要去介入阿富汗 為什麼要介入阿富汗 第一個 因為阿富汗的局勢 對整個中國的局勢來說 影響相當大 為什麼我們先給大家看這種 阿富汗在這個地方 中國在這個地方 你看阿富汗的周邊的國家 包括說伊朗 包括說巴基斯坦 他這些國家他都投注 他跟伊朗簽了一個 四千億的這個投資協定 跟巴基斯坦這個巴鐵兄弟 至少投資一千億的一帶一路 如果真的阿富汗出現什麼局勢 萬一他出現動亂 如果他不自助他 你內戰機去打的話 這些人往外跑 伊朗跟巴基斯坦怎麼辦 就完了 就完蛋 那我怎麼穩住目前這個局勢 那好 我就算是穩住這個局勢好了 阿富汗他所在的這個塔利班 塔利班跟東突有非常緊密的關係 塔利班跟巴基斯坦裡面的神學士 有非常大的關係 神學士 最早的神學士 曾經都在這個美國佔領的時代 他們都跑到巴基斯坦去 對 這次大戰的過程裡面 巴基斯坦開放國軍他們就回去 所以還很多潛伏在巴基斯坦 你境內的神學士 他們也可能會顛覆你巴基斯坦 而且在巴基斯坦境內 當時去炸中國大使的 對 就是他境內的神學士戰的 所以嘛 那你更不用講阿富汗跟伊朗本身 就是什葉派跟這個遜尼派 所以對中國來講 他一定 這個為什麼拜登在那邊偷笑 因為他知道說 你中國你一定要逃 一定要洗下去 你不去干預阿富汗的話 你這個損失會更大 那阿富汗會變成是 你未來一個長遠的這個大麻煩 因為兩個國家發生了軍事政變 過去只要發生軍事戒變之後 天下大亂就是共產黨 形勢大好的時刻 他一定會混水摸魚 可是沒有想到 這一次因為慢慢做老大了 他開始要管理國際秩序了 沒有想到現在天下大亂 他自己身陷其中 一個在幾內亞 幾內亞的軍事政變 將總統拉下馬來 結果沒有想到 中國外交部非常生氣說 這個軍事政變做不對的 你趕快釋放你的總統 因為他需要幾內亞大量的一個旅途 如果這個不能進到中國的話 中國現在內部的經濟 已經受到極大的一個傷害了 如果旅途再不進來的話 他很多的生產事業又會停辦 但更可怕的是 我們剛剛介紹了這一張照片 塔利班已經直接召見了 中國駐阿富汗的大使 這裡你看到這個圖 中國大使這種戰狼外交 震驚為座口罩戴好 但是塔利班無所謂 我穿一個拖鞋 我口罩也不戴 我這個非常輕鬆自在的 在跟你會面 這個我們看到 現在從這一張照片 真的可以感覺到 塔利班吃定中國嗎 中國現在已經要付 兩億人民幣給他 你說兩億人民幣只是開始 接下來他會不斷地 被塔利班居所無度嗎 沒有錯 塔利班現在已經要發請函 準備在911當天來進行就職大典 911 911 太過分了 故意挑釁了 那現在他發要請函 發給中國俄羅斯巴基斯坦 等等這些國家 那現在中國看起來 應該是會參加才對 主要的原因是 王毅已經承諾了兩億人民幣 這樣的一個開胃菜的投機館 開胃菜 因為接下來塔利班就會 對 虛索無度的向中國要求 你看他為什麼呢 因為中國被吃定了 吃得死死的 被吃定了 對 當然王毅也送了 三百萬劑科興疫苗給他們 認為他們應該要打打疫苗 三百萬劑 三百萬劑 連口罩都不帶 對 但是為什麼被吃得死死的 你看現在美國剛好抽身 阿富汗的情況之下 結果阿富汗急需用錢 那當然這個阿富汗又被美國 凍結了一百億左右美元的 這樣的資產 所以他更需要中國 所以他接下來都是威嚇中國 要求中國能夠給他多一點錢 所以你看到 中國他在 你這麼窮我都會幹嘛怕你 那如果不給的話 他就搞你新疆 他就搞你新疆 所以現在問題是說 知識體大 他到底中國要新疆 還是要阿富汗給錢就好了 當然錢能夠買 買任何事情的話 錢是最好用的嘛對不對 所以對中國來講的話 這個地方的確被阿富汗 吃得死死的 那另外一個被吃得死死的 就是幾內亞這個地方 幾內亞剛發生政變 結果這個軍統 推翻這個前總統 就所謂的孔帶 那這個孔帶總統 之前就是跟中國非常好 body body 因為有很多很多利益 都跟中國掛在一起 那包含這個鋁礦的出口 這個幾內亞百分之五十五十 是出口到中國去的 那另外幾內亞還有鐵礦砂 鐵礦砂也是一樣 也是出賣給中國 那所以中國如果說 從這個地方 在個軍頭 這個一生命下 不出口的鋁礦跟鐵砂 給中國的話 中國又無法從澳洲那邊獲得的話 那中國豈不是在這個地方 又吃了閉門羹嗎 你說幾內亞在鋁礦 在鐵礦上 它剛好是可以取代澳洲的 如果沒有幾內亞 我更需要依賴澳洲 我就是滿盤皆輸了 是的 所以你中國什麼底氣 跟澳洲拼呢 你中國有底氣的原因 是因為你在非洲這個地方 你有替代的一個國家 可以替代澳洲嘛 所以你看到上個月 我們才討論到鋼國的問題 鋼國也是這樣 鋼國是銅礦啊 結果那現在這個總統呢 也反叛了 過去前一任總統 因為他跟中國也比較好 所以把過去的跟中國 那個東西的契約 也把它撕毀 也就是說銅礦 在鋼國共和國受到前置 鐵礦還有所謂的這個鋁礦 在幾內亞受到前置的情況之下 中國從澳洲拿不到 這些相關的礦砂 只能從非洲拿 那非洲這些背後呢 又有說美國因素在背後搞鬼 因為美國因素來抵制這些新的總統 讓新的總統不要出口 這些相關的原物料給中國 讓中國剛好經濟上的原物料 被掐了死死的 所以現在對中國來講的話 他非常非常緊張 我們過去都覺得 非洲已經是中國的囊中職務 中國跟非洲的貿易 而且非洲很多的大型建設 連非洲議會的大廳 等於說大樓 都是中國幫忙蓋的 你說現在非洲也跟中國漸行漸遠 現在美國真的也把力量伸進非洲了 對 大家都在研究這個事情 就是說中國是用一帶一路 所謂的蓋基礎設施建設 去跟他換礦產 但是問題是這是前總統 或是前任領導人 跟中國的承諾 那後面來講的話 你看到一帶一路東西 進到非洲去之後 所有各方勢力都眼紅了嘛 因為你執政者可以拿到那麼多利益 那這些反叛叛軍來講的話 他們想說你這個吃香喝辣 我什麼都沒有 我當然就給你叛變 叛變之後 變成我拉高價格 來跟中國吃定關係嘛 也就是說現在 不管是塔利班也好 不管是幾內亞軍法也好 中國如果是土匪 然後呢這個非洲就是強盜 碰到他一點辦法都沒有 沒錯 變成說他們開價又更高 因為各方勢力都是看著你執政者的 這樣的一個獲得這麼大的利益 所以只要有利益出現 各派系各派法 全部都會增著那個利益 但是現在變成說中國吃虧了 為什麼 因為他價格只能越拉越高 他只能付出更多的成本 不然他會回頭一找澳洲嗎 不可能的事情嘛 所以他變成說在全世界來講的話 他的外交體系 包含他使用一帶一路 本來是想要說會拉攏非洲 結果被非洲或是這些窮小國家 吃得死死的被吃定了 好 董事長 之前我看到非洲新聞 我就覺得非常怪 第一個是 中國要送科興疫苗給南非 南非說我不要 南非跟中國關係非常好 南非不要中國疫苗 好 那我就去拉攏鋼果 鋼果說不要 甚至鋼果的同況我也不給你 我心裡想說 中國在非洲最好的幾個國家 怎麼一個一個翻臉了 搞了半天 他的一帶一路進到非洲 城市不足 敗事有餘 主要的問題是貪污 他現在在非洲這個問題很難搞貪污 對不對 所以他這個問題 他非洲跟他全世界經營非洲最成功的大國 就是中國 他不斷地用收買的方式 用長期援助的方式 他從來不管這個國家制度 你這個獨裁政府也挺一挺到的 不在乎 他完全不在乎 出單殺成那樣子 我照挺 民主 法治 人權 根本不是他污染 都不是他的問題 他就拼命跟你幹 他幹了 他就犯了一個重大缺點 他在一帶一路的錢下去的時候 他後面跟來什麼東西 你知道嗎 跟來中國工人 所以其實他到了非洲去做很多一帶一路的開 所謂的基建跟開發性工作的時候 非洲當地的人GDP一點幫忙都沒有 工人沒有機會 是中國工人在那邊做工 對 所以他在很多地方引起衝突 就是這個道理 所以他有一個基本的問題 是在解決他自己本身的勞力過剩問題 那這個問題一搞的話 那是長期下來的話 那我當然還要我來揹債 我還欠你錢 你還交換我的機場 交換我的港口 交換我的軍事設施 或是我的礦產 對 但礦城是很大的 所以這個整個衝突其實一直在埋藏在很深很深層的衝突 因為他已經發展到一個程度了 對 所以目前這個問題我就無解 他跟非洲無解了 非常 不只非洲 就個別國家有不同的利益問題 但是就所以我 大家有個意識上了解就是說 一帶一路被倒葬這個事情 並不是中國所樂意見到的 他也經過一個很嚴格的審查的方式 但是他沒有想到 這個策略在進行的過程當中 發生了全球性的中美貿易衝突 全球性的貿易的素質的影響 然後整個投資會變得不足 然後加上內部的管理不良 所以整個累積下來一帶一路 中國很大很大的挫折的原因 還有一個問題在哪裡 在非洲大部分是內陸國家 內陸國家他要做什麼你知道嗎 做很多鐵路 你剛才講鐵攻擊 做鐵路這個事情就很麻煩 要經過很多不同的省份 不同的軍閥所在區 這是介入了很多當地的政治問題 是當地的軍閥當地的土老闆 土老闆 黑老大就出來殺你 因為他可能這個礦產是他 你不要以為中央這個法 其實是我控制 地方派系 他從一帶一帶一路 從海上的思路沒有糾紛 在路上的這個思路糾紛 頻頻不斷 就跟緬甸一樣 介入 非洲更可怕 介入當地的軍頭跟軍閥之間的鬥爭 所以這產生非常多的投資損失跟死傷 這兩組真的太好笑了 今天看到了中國駐阿富汗大使 這麼震驚為弱 口袋都這麼緊 阿富汗口罩戴都不戴 大家覺得這再下去的話 阿富汗真的會變成了中國的心腹大患嗎 剛剛談到的是共產主義面對的恐怖主義 大家忘記了 共產主義以前也是恐怖主義 本事同根深 以前是師兄弟 大家差不多 所以共產黨最知道塔利班會搞什麼飛機 是這樣嗎 當然 大家知道 以前跟他蓋一樣的活 一樣 他們以前執政前 殺老百姓 搶老百姓 暗殺 而且滅門 什麼事都幹了 只要那個年代不一樣 工具可能不一樣 但是本質上的人性跟方法思想完全相同 所以共產黨非常瞭解塔利班會幹什麼事 而且這個事情高度敏感 他現在是給他錢 他開始已經給他錢給了一段時間 但是他透過巴基斯坦給他錢 他不敢直接給 現在看起來他現在公開宣布他有原外 他有八點五億人民幣 要給他 對 這個是屬於人道援助 可是這個塔利班要求的 不只是這個東西 塔利班現在整個糧食都沒有 他們老百姓馬上進入冬天 就開始面臨到饑荒 就開始餓死了 就會非常嚴重的災難會開始 所以塔利班現在面對這個問題的時候 他們自己也動不了 那問題是這個狀況開始 他不敢隨便介入理由呢 因為跟這個整個地緣政治 發生密 發生這個密切的關係 怎樣地緣政治 俄羅斯還沒有表態 所以他為什麼一直希望中共 快點承認他政權 中共絕對不敢承認了 因為俄羅斯不表 他一定在俄羅斯後面 他怎麼敢在俄羅斯前面承認他政權 承認他之前不得了的事情 因為這政權一旦承認 全球承認的情況之下 他就接收了前面阿富汗國家所有的海外資產 幾百億幾千億美金都到他口袋了 那是很大的財富 他不是神經病 他一天到晚跟你建交要幹嘛 所以這個是他要承認政權的這個動作裡面 我要阿富汗的國外資產 當然海內外資產 所有的 所有在美國的存款 在歐洲各國的存款 他們有很多互相的外匯的交易等等 現在全部停止了 那這個美國把它通通封鎖 美國不能說 全部封鎖 所以老美吃他也有一套 所以其實這檯面下 我覺得非常多的交易在形成 但更重要我們講很簡單 就是幾個大國家 俄羅斯現在是不是在繼續支持 所謂的北方聯盟 繼續跟塔利班政府繼續幹 我認為這個不會停 因為他只要有一點 他把他花小錢立大功 他把你弄亂你 這個俄羅斯對俄羅斯是不可能跟阿富汗 建立所謂的親密良好關係的 因為中亞五國是俄羅斯的附庸國 你一亂我就倒楣 所以他們一定是很緊張 而且普丁這個人下手很重 他絕不會跟你客氣 你只要幹我一定幹你了 這是俄羅斯的態度 所以中共怎麼敢隨便跟塔利班交往 不敢的 那你為什麼講說 在這個過程裡面 美國遺留的這個巴格拉姆空軍基地 會是一個火藥庫呢 這個太嚴重了 為什麼印度媒體現在提這個事情 因為這個巴格拉姆空軍基地 當時是能停什麼飛機你知道嗎 停B-52轟炸機 B-52轟炸機是什麼飛機 是戰略空軍 可以炸核彈的 他戰略空軍 他停這個地方 可以轟炸到哪裡 可以轟炸到莫斯科 他可以打伊朗 他可以打到北京去的 所以這是戰略空軍 他當時所有的偵查 所有的轟炸軍的執行任務 全部在這個空軍基地 這空軍基地剛好是中亞的核心地帶 對 所以他現在印度馬上就講這個問題出來了 說如果說把美國把這個空軍基地 給中共使用的話 那這個第一個被威脅到是誰 印度被威脅 伊朗也完蛋了 伊朗也馬上被威脅 這個空優的形勢 整個 這個是可能是這個臨兵國家裡面 最大的一個可以B-52轟炸機 是多大的一個空中堡壘 你想想看 多恐怖的武器 戰略空軍 所以印度非常緊張 這個事情 因為這個態勢 目前的塔利班政權 是跟巴基斯坦是合作的 那巴基斯坦跟印度是四仇 對 所以這兩個搞起來的情況之下 最後跟中印關係 所以你看中國巴基斯坦 阿富汗會變成一條線 然後跟印度持續對立 然後如果他又有空優的話 那這個情況下 對印度非常非常不利 所以印度先提出來 這個空軍基地 絕對不能落入中共的手裡 基本相對最急看關心思寶 之前我們就在談過是 阿富汗是全世界最窮混的國家 我們看到它大部分的土地都是高山 它是峽谷 它是整個山洞 一般人很難在這邊發展工業 很難發展農業 在沒有工業農業的狀況下 過去它是靠著美國的一個補助 但美國現在離開了 美國殺手不管了 而這樣的一個國家 我要怎麼樣的存活 我要怎麼樣的發展 現在看起來它找到了 另外一個苦楚了 而塔利班的發言人沙欣 在接受央視訪問的時候 他明白地表示 中國大陸是一個巨大經濟跟能力的大國 可以促進阿富汗的和平跟和解 他說中國大陸 為阿富汗重建工作可以做出貢獻 但問題是 美國過去20年 在阿富汗已經花了2.3兆美金 這麼巨大的一個金額 而這個錢花下去之後 阿富汗依舊是窮山惡水 阿富汗一樣是一窮二白 如果花了那麼多錢 做了那麼多的建設 阿富汗不要嘛就貪污 要嘛就不知道人間蒸放 這樣的一個國家 中國要丟下多少的人力物資 才能夠滿足阿富汗 如果阿富汗不能被滿足的話 那中國跟阿富汗之間的關係 會變得如何 而阿富汗 到底有多麼樣的一個可怕 可怕到 美國倉皇離開 半夜離去 面子都不顧了 先跑再說 好 我們今天請到兩邊 大家大方首一檔 財經專家黃宗宋 你好 大家好 好 第二次每一檔 電視報董長吳子嘉 大家好 好 第三位是 市民委員李振浩 大家好 好 第四位是 國民黨台北市民委員徐曉欣 大家好 好 第二位是 市民委員王綠德 大家好 好 第六位我們要特別介紹 他跑遍到大江南美 你所有覺得最危險的地方 阿富汗海地 全部都去過的資深記者 梁冬民 冬民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所以 我們那天你就說過了 對 阿富汗如果變成真空 美國離開 當然 現在 拜登摸好兵轉到 灰頭土臉非常難看 可是畢竟的 我把這個包袱給丟了 然後這個包袱給丟了以後 這麼樣的一個窮山 惡水 一窮二般的地方 我需要外援 我需要錢 我需要支柱 現在 沙欣也就是神學士 也就是塔利班的發言人 直接跟中國講 對 我需要中國援助了 而且我們都一直在節目上講 阿富汗好像就是一個無底洞一樣 你誰碰到他 誰就倒楣 誰碰誰倒楣 對 拜登這次我們把他叫做 他說停損出場 我再也不要玩了 因為我不想再丟錢 你知道這20年的時間 美國前前後後已經公了 丟了2.3到2.4兆美金左右 在這個地方 真的要 我在這個地方繼續注意下去 只是越丟越多錢 沒有用 於是他拋下這個包袱之後 現在塔利班掌政的時候 塔利班過去他在美國來這個地方的時候 他還可以撈一些油水 現在美國走了 我要找新的人來接盤 這時候要找誰來接盤 你看 他們這個塔利班的發言人 接受中國媒體的採訪 講得非常白 然後中國大陸是個 具有盡大經濟實力和能力的大國 那可以再促進阿富汗的和平建設 發揮積極性的作用 擺明的就是 他給你投錢 你投錢 對 這就好像怎樣 你家門口做了一個流氓 跟你說你們家 可以為我們家做出一個巨大的貢獻 你覺得它是什麼意思 當然就是給你要錢 那為什麼對中國大陸壓力很大 他勢必要對他妥協 第一個 因為中亞地區來說 阿富汗真的亂的時候 中國大陸沒有辦法控制 整個新疆局勢或中亞局勢 他都會完蛋 另外一個就是說 因為他畢竟是恐怖組織 對不對 明年中國大陸要辦什麼 要辦2022 明年有二十大 還有這個冬季的奧運會要舉辦 他可以亂一下 那你怎麼辦 你要下去 那我們剛剛講 美國不是損失了大概2.2兆到2.4兆左右 那到底為什麼美國會花那麼多錢 主要就是因為 美國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就講一個例子 美國有花一個30億 蓋一個所謂阿富汗的公路 30億美金 結果沒想到這個30億美金 反而變成是怎樣 塔利班的這個賺錢之路 美國沒想到 這個原本想要打通車阿富汗 變成是摧毀他的一條公路 好 我們看到 這是阿富汗的地圖 阿富汗的地圖裡面 三分之二以上的崇山峻里 它全部都是高山 是俠谷 當時小布希的想法是說 我把它連接起來 可以創造大部分的這個工作機會 如果恐怖分子給你5塊錢的時候 工人 我給你5.5塊 我就相信 用這樣就可以消耗 用工錢幫他載過來 對 大家就不要去這個地方 所以他就這樣在 就沒想要蓋下去的時候 寶寶姐 你知道 這個地方蓋下去 花費成本非常非常高 第一個 你所有的物資要運到這個地方來的時候 本身就花很多錢 再來就是說 這個地方 你常運物資的時候 被你這個 當地的民兵 塔利班給你要保護費 你就要了非常多錢 那不只這樣要非常多錢 但我來幫你建設 你這地方的租還 還給我要保護費 對 那沒想到 這個當時小布希甚至還說什麼 等到這個環狀公路完成的時候 就是塔利班的盡頭了 結果沒想到 這個環狀公路完成了之後 塔利班沒有盡頭 反而是美國走到了一個盡頭 為什麼美國走到盡頭 抱歉 你知道 事實上我們仔細來看 這就是那條環狀公路完成了之後 你看環狀公路完成後 的確讓整個阿富汗的交通越來越方便 但是它同時怎樣 讓整個塔利班進出也更加方便 所以塔利班也就沿著這個 原本他們在南部這個地方 他們開始擴充他們的範圍 你看一個非常有意思的 這就是塔利班的勢力範圍圖 你可以仔細看 從最早這樣子他們在這邊對不對 慢慢慢慢擴充 擴充 擴充 你有沒有知道 這個開始出現一個 最後出現一個環出來了 也就是說塔利班最後是 跟著環狀公路重大 對 讓美國更尷尬的是什麼 這個地方變成是 毒品的運輸的這個中心 為什麼你看 因為我們知道 其實阿富汗這個地方 土地相當平級 你要種什麼小麥玉米 那是不可能 所以一般民眾都這樣 他們就開始種英素 所以他們英素也是沿著這個 阿富汗這個地方 阿富汗這個地方 已經佔了全世界的四分之三 都在這個地方 然後你看全世界查獲的毒品 大概有八成都跟阿富汗有關 所以變成是這樣 那塔利班就是這樣 你在這個地方 我就照這個地方來 幫你運輸送出去 然後同時我為什麼 可以在這個地方 建立這個碉堡 我保護你 比如說你種 你種的時候 你只要呢 你只要呢 你比如說你出口多少的時候 你收給我保護費 我就用這樣的方式 結果他這樣 他不但在那邊 養了一堆農民 變成他的這個保護 他保護的對象之外 他還可以在那邊收錢 所以他越來越壯大 就沿著這條道路 這樣一直不斷的不斷的壯大下去 所以變成是 大家都沒有想到說 原本的一條 要終結塔利班的道路 變成是 終結美國的道路 會餘成的 自由民 competit面 此為終結束 能提供大夢 不得早 肥樹